Hello 今天想要介绍一款可以免费下载的PDF批注阅读软件 名字叫做LiquidTest 这款软件分成了免费版和付费版 免费版里面就可以使用这款软件最厉害的功能 我们可以一边看书 一边把自己觉得好的部分截取出来 拉到右边的笔记区域 然后一边看书边摘抄 当你右边截取了很多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右边摘抄的这个部分 它就会自动帮你跳转联系到左边 你摘抄的这一个部分的原文是哪里 如果你付费了之后 我们还可以直接在右边写字 同时用笔把书上的某一个部分和右边的某一个你想连接的点 这样连起来 它就形成了一个线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 它这里就形成了一个点 不仅是可以把摘抄的部分和摘抄部分连接起来 你还可以把就算不是摘抄 但是你觉得这两个部分是有关系的 你也可以手动的把它连接起来 这样的话 你无论跳到什么地方 你只要点击这个连接的部分 它就会自动把你觉得有联系的部分联系起来 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之前写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论文 左边放的就是查阅收集好的论文材料 右边就是根据我整理出来的这些资料 一边理出来这一个提纲到底是怎么样的 每一个地方想要用到哪一些素材 可以点击相关联的部分 这样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里面作业性质的论文 都可以用这一个软件很快的整理出思路 非常的适合在家闭门造车搞研究 所以说今天这个视频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免费版的基础功能 再介绍一下付费版的功能 最后说一下我自己是怎么样使用这一款软件的 好我们先换一个iPad 因为这个iPad上装的就是免费版 你可以看到这里它写的是让我升级到付费版 这个版本里面我们用到的只有免费版的功能了 由于这个软件它是只能打开PDF文档的 所以说我还是会先把电子书储存在百度网盘里面 然后我们下载好你想要打开的PDF文档 我们选择打开方式找到liquid test 这样它就被导入进来了 后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就是电子书了 然后右边这个是一个空白的区域 这个布局我们可以调整 这里有一个箭头 你拉一下 这边本身PDF部分就会变少 这样PDF的部分就会变多 然后有一个点点点的部分 我们点击了之后这里还有一些调整页面布局的按钮 如果你是个左撇子的话 你点击打开这一个 它就会调整把笔记写笔记的部分放在左边 还可以选择你是要左右分还是上下分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上下分 那么这个PDF它就会直接跑到最上面去了 然后我们记笔记就是在下面的这一个部分 我建议我们是把它这一个地方选择成自动 它就会根据你这个iPad面的方向来调整 它是左右分还是上下分了 然后我们这里把它调成右撇子 因为现在是免费版 所以说左边的这一排和右边的这一排按钮 我们都不怎么能够用得到 上面的这一个笔 还有这一个勾画的这一些 我们也是用不了的 必须要付费才可以 但是我们只用第一个按钮 其实就已经可以实现 这个软件最核心的功能了 就是左右联动 比如说我们找到某一个部分 你觉得这个地方很重要 我们只是要伸出手指 长按这一个页面 它就会出现一个放大镜样的地方 然后我们拉动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框框 然后我们放手之后 这个时候这个区域就会被选中 如果你想要把这个部分拉到右边来 直接点住它 然后直接拖动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它就已经被拖动到右边的这一个部分了 所以我觉得下面的这一个部分也很重要 然后我们继续 但是重复刚刚的动作 把它也拉过来 右边的这个画布 它是无线画布 所以说我们可以边看 然后我们就边按照自己觉得 这本书的逻辑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把它这样拉出来一些部分 右边的这一些想要再调整它的位置 这个就直接拉动点击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两个部分 它们的连接非常紧密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拉动它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里 它出现了一个有点黏着的那种感觉 好这样就可以把这两个部分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的部分 我们可以双击一下 它就这样就可以两个一起挪动了 就非常的方便 然后在PDF上 你有勾画的部分它这里就会出现蓝色的一条线 我们点击这一条线 它也就会出现你这个地方是连接的哪一个部分的摘抄 如果只是觉得这个部分很重要 我并不想把它摘抄出来的话 那也很简单 我们还是伸出手指长按 把它圈出来之后 这里有一些颜色 你就选择某一个颜色 它就会被高亮起来了 好我们看完书之后 选择回到主页面上 在主页面上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文档进行管理 首先是新建文件夹 点击右上角的这一个加号 这里就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了 这里的名字我们就输入测试 然后选择OK 如果你想要挪动某一个文档的话 我们选择Edit 点击这一个你想要挪动的文档 可以同时点击几个都行 然后选择Move to 然后把它挪到这一个Test Move Files 完成了之后选择Done 这样的话我们刚刚新建的文件夹里面 就已经有好几个文档了 这个就是免费版的全部功能了 好如果你已经付费了68块钱之后 我们就有更多的功能可以选择了 点击任意一个PDF文档 我们上面的这几个按钮就都可以使用了 第一个是笔的这个功能 笔我们点击一下 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设置 比如说颜色粗细 你是要直接画直线 还是要随手画 这个地方你可以打开 要不要有压感 这个软件它的压感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自写出来 算是比较好看的 钢笔和荧光笔 都是可以使用的了 在右边的点点点这个地方 我们还可以对笔进行进一步的设定 这个地方的Ink Display Option 地方就有两种选择 你可以选择你的笔 是这种圆珠笔的性质 我现在选择的就是圆珠笔 你固定了它最粗的部分是多少 你也可以选择这种书法笔 你用力的时候 它就会更粗一些 写出来就有一点像是那种 Brush letter的感觉 我觉得还挺好的 这个最右边这个是橡皮擦 它这橡皮擦是默认只能够直接把一笔全部都擦掉的 不能只擦一小截的部分 不过总的来说 我觉得在这么多笔记软件里面 这款的书写感真的是算挺不错的 然后因为是可以使用笔的功能 我们就可以更灵活的使用PDF和笔记 联动的功能了 比如说我其实就可以在这里直接写上一个课文 我这里就可以写一个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 课文的第一课的课文 不一定需要摘抄了 我就直接在第一课的课文这个地方画一根线 第一课的课文就会直接弄到这个地方来了 第二课的课文 这样的话笔记的部分就不会太多 就全部都是直接列提纲就可以了 具体的是什么内容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点点跳转过来就行了 然后付费之后 我们左边和右边的工具栏也都可以使用了 比如说A1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插入一个文本 我们可以选择你的字号要多大 要不要加黑下滑线什么之类的 这个文本就插入进去 如果你不想写字呢 你直接打字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打字的部分呢 也是你可以直接连接一个线 你打字的部分和这个PDF就联动上了 那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添加 这个添加呢就是一个笔记的区域 你除了可以和这个PDF联动之外呢 我们这里还可以选择Add Document 添加一个文本 比如说这个时候那我们就添加一个吧 好我这里就随便添加一个 这里就又添加上来了另外一个 右边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和刚刚的是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你是在看两三篇同样主题的文章 你想要把它连接在一个笔记本上的话呢 那这个功能就非常的好用了 如果你在看第二篇文章的时候呢 它还有类似的观点 你又可以把它勾画下来 你在点击这个点点的时候呢 它又会自动帮你跳转到相应的 那一个PDF所在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右边的笔记本是没有变的 但是呢左边的PDF 就是会自动根据情况自动的跳转 以上呢就是付费之后 我们可以进一步使用的主要功能了 不过总的来说呢 如果你只是想要看书和摘抄重点的话呢 用免费版其实就已经完全够用了 但如果你想要边看边手写整理笔记 同时呢让PDF和笔记之间的联动更加多样化呢 那这个可能就需要付费才能满足这一个要求了 但这个软件呢 我觉得它有两个可以改进的地方 一个呢就是它和GoodNotes一样比较吃内存 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一个软件里面我放的文件呢 并不是很多 但是呢它已经有两个记的内存了 不过也可以理解了 因为既支持手写又有压杆 而且呢还支持笔记和PDF之间的跳转 确实可能它的压力比较大 会占内存比较多 所以说我建议不要放太大本书进去 第二个呢是如果你的这一边的笔记太多 比如说你看像我这一本书啊 就是边看的时候边记笔记 其实就太多了 反而会有一点抓不住自己到底记了些什么 重点是什么 它能够整体的把握 所以说基本上呢这一款软件 我会把它用来当做是对资料的二次整理 比如说大论文的结构吧 你要你需要阅读很多很多文献的时候呢 我觉得用这个软件就不是很合适 因为呢它内存可能会爆 这个笔记记录的部分呢就会太多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比较喜欢用Flexio这一个软件 这款软件我之前也做过视频了 它这个呢就比较适合你阅读很多很多的文章 把它的内容记录在这一个笔记本上 这一款软件呢 它的吃内存就好很多 你可以看到因为我这个里面其实还是放了挺多的了 但它一共其实才三百多兆 在Flexio里面呢把这个笔记记录好了 然后呢我才会我就会选择导出导出里面呢再找到liquid test 这样的话呢因为信息已经经过了第一次的处理了和筛选了 就不会占那么多的页面 我们再搭论文的结构 比如说你可以写第一部分 我就想要写这一个部分 还有这一个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我想要写这一个部分和这一个部分 然后你再简单写一写你的点是什么 这样的话呢一篇论文的结构很快就会搭起来 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用liquid test比较合适 另外呢就是我还比较喜欢用这款软件来做读书笔记 先边看书的时候呢边用one note先这样大概的记一下这本书的笔记 记完了之后呢 然后我再选择右边的这个分发按钮 选择发送页面到副本 用另一个应用发送 这时候他就会开始自动准备pdf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找到liquid test 添加到新的文档 这样的话为你的书已经看过一遍了 本身整理的笔记就不会像原本的书那么多嘛 你大概也知道这本书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 这样呢整理出来的笔记就会更简要一些 比如说这个呢就是我之前看一本书的时候 左边就是第一看第一次的时候整理的笔记 然后右边呢就是对照着第一次整理的笔记 然后我又整理了一下重点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太多说某几个观点 我觉得可以跳转的联动的 然后我就直接给他打一个符号 然后他呢就会这样连接过去了 那今天呢就是这样一个关于liquid test的简单造成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拜拜 by bwd6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